事实上呢 很多人呢 包括中共的退休的将领 呛声说 几点斤就要拿下你台湾嘛 对不对 我们有一次露脸了 我跟各位说 那个我们很多很多的各式的演习啊 都行李如鱼 飞机 飞弹啊 然后呢 陆军啊 然后抢探啊 船只啊 可是啊 我们刚结束了汉光演习 对不对 1994年汉光演习啊 那么汉光演习除了一般三军之外呢 还有海军舰艇它会进行反潜 各位 就在上个月刚退役的S2T的反潜机 它在1994年的这个叫做 我们所谓的这个海沙演习 也就是汉光演习其中一个海沙 专门猎捕这个敌人的潜艇的活动里面呢 它立了大功了 我们一般来讲呢 不就是汉光演习就这样吗 这个S2T它飞到哪里呢 各位 就在台南安平外海 12.5海里 很靠近耶 12海里就是我国领海啊 它就在12.5海里 S2T过去 一架不明国籍的潜艇在下面 你知道吗 一知道这个消息 一通报了以后呢 不得了了 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罕见 我们过去曾经在苏浩港抓到 抓到潜艇 不过是我们自己的 现在我们发现 有一个不明的潜艇 通常美军俄罗斯 他们不会那么靠近我国的领海 所以只有一个解释 就是对岸的 然后呢 他们在收集我们汉光演习的相关的情知 所以一发现这个以后呢 不得了了 马上回报参谋总长 参谋总长立刻回报到李登辉总统 那时候李登辉总统就笑出来了 然后呢 台湾所有的军舰 全部能够各式各样的出一烧到现场去 你知道吗 各位啊 什么叫望中桌边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每个都去呢 S2T不是已经弄到了吗 S拐动锡反简直升机 也去 全部都去 你的声纳 你的雷达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时候还没有退役的 杨志浩的驱逐舰 去 诺克斯级的驱逐舰 去 飞战快艇 全部都去 我的天哪 下面有一个标本在下面 让所有的人听那个声纳 跟他整个过程把它记住 牢牢记住 然后把它录下来 那个声音全部都录下来 然后就把它围起来 它就在这个包围圈的下面 各位 那个潜艇不敢动 你知道吗 不敢动 因为你一动 各位知道潜艇最怕什么吗 深海炸弹 深水炸弹 直接下去就死了 对不对 它就把它围起来 我们就在那边 整整包围了45个小时 又44分钟 然后呢 因为有不明国籍的潜艇 显然在我们的那个 12.5海里 只差500公尺 又在我们汉光演习的时候呢 海沙演习你来 你表示你是敌意的嘛 对不对 我们就开始发无线电 开始发无线电通报 要求摆明你的身份 然后呢 除了摆明身份之外 他当然不会回应 他一片静默 完全不敢回应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包围了40几个小时了 我们就要透过海机会 跟海协会说 如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潜艇 我们愿意网开一面 然后呢 根据我方收政所得 是柴油潜艇 已经包围45个小时了 再过没多久 你的氧气即将用完 你要浮上来 浮上来不一样 浮上来是整个潜艇 把你俘虏 如果我们在1994年 把中共的潜艇给俘虏 那大事啊 那不晓得中共海军 要到人头落地啊 脸上无光 但是如果是你们的潜艇 要说早说 我们可以放你硬嘛 那时候第一时间就说 没有没有没有 人民解放军潜艇 没有派到那个地方 怎么可能越过海峡中线 到你们下面 不承认 到45个小时 又44分的时候 要出人命了 终于海协会传来说 是我们的潜艇啦 然后误抓了 不小心去那里 误抓到那个地方去啦 这样子啦 承认啊 因为本来说 如果不是你们的 是美国的 是俄罗斯的 是英国的 那我们另当别人 看怎么处理 如果都没有人的话 我们就围在那边 不走了 所以到后来 就包围45个小时 44分了以后呢 我们的海军 那个杨志浩兰那些驱逐舰呢 就开了一个口 出去吧 出去吧 然后就看到 那个潜艇就这样 嗯 从来就好好出去 告诉各位 这次的海沙演习 是我们台湾在汉光演习里面 最露脸的一次 当时包括国防部长 参谋长 包括我们的总统 大家都高兴非凡 连立法院的委员都说 哈 我们真的能够侦测 而且围困抓到中共的潜艇 不过当时为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关系 我们就放你一马吧